全台生三級警戒到底何時才能解封 柯問哲給了答案 覆蓋率你知道 就是大概還是要70%的以上 才有全體免疫效果 如果那個覆蓋率不夠 你要放掉這個三級管制 感染人數就會上升 覆蓋率要達到七成 需要施打3200萬劑疫苗以上 依這標準難道年底前解除三級 是持心妄想 大概預估到零年的延夜 才有可能達到前體 前體國民的六成的免疫力 但疫苗到底在哪裡 侯友宜說總統打電話給他 他回了這句話 柯文哲批評中央說打疫苗免費 但問題在這裡 為何其他國家都能超買疫苗 台灣買的疫苗到底在哪裡 以前曾經有一度說什麼地方政府可以買 我當時就不太高興說 你要講就早一點講 我自己自謀生路 目前全世界疫苗已經打掉20億劑 超過20億 結果我們台灣到現在才拿到多少 美國是算給我們75萬 不過坦白講 那是支票 拿到手才算 從疫苗到紓困 柯文哲狂搶中央 但綠王軍瘋狂出陣 柯文哲這句話送給小英 就像蔡總統說的當前敵人是病毒 就怕蔡政府口使心非 打擊政敵豪向才是黨務之急 所以我會想說